大家好 其實我很想學張超王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開始 不過大家看到周博言 我也想說你當年讀Line 讀得很好 你的屁股這麼正 很多人問你抄才是 做最後一個講者有個好處 很多次他們都說了一些東西 我都沒有什麼想說 都差不多要說了 但其實我想就他們說那些 可能我都提出了一些 說一些譬如說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法政會司我們都在整個討論裏面都參與 也都是希望做到一個 即是說提供到一些訊息 給到一些市民可以有一個比較 叫做比較客觀一點的 一個比較合理一點的一個資訊 讓他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對的理由去反對 或者去支持 在上個星期我去了一個講座 當時有一件事是我們今晚沒有的 當時的講座有一個是版權持有人的代表 其實今晚他有這個我覺得最理想 但是周博言就說了一些 他說他們可能的一些看法 我當天也聽到一些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傳播權 或者沒有這些修訂的話 那些版權持有人很慘 因為他們很努力地創作 一些智慧的結晶 做了出來 但是又不能享受到這些成果 唉真是很可憐 但是當時我的看法就是 我現在也是這樣看的 其實版權這件事 我想教授有最清楚 其實後到尾 其實那個都不是一個 叫做是一個沒有限制的權利 就是版權這個權利 由第一天開始 其實在說 當然我們是要認識 給這些創作人 這些作者 他們一些辛苦的創作結果 但是這些經濟的回報 其實應該是一個 不是無限是有限的 不然也不會有一個 所謂五十年這件事 其中一個為何要這樣的限制 這個真的是自己弄出來的 為何我們不可以給它 一個無限的權利 其實很簡單 因為所有我們的創作 無論我們是一些藝術 文學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 一些前人的智慧 一些慢慢去積累 如果我們完全不容許一些人 去看以前的人怎樣做 去做一些參考也好 抄考也好 其實整個人命 文明的進步 可能都會有些阻滯 所以這個牽涉到中間 就是創作的自由 和表達自由 其實本身來說 不單止他們的重要 是在我們作為重要的公民權利之一 事實上對於我們整個社會的進步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亦都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就是版權這件事 第一天其實不是一個無限的權利 第二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剛才提到 就是所謂一個不會告 就是他不會告你 但是不代表他想告的話 他也可以去告你 但是他就想將這個權利 放在自己的手上 我指的是一些版權持有人 但是我們就很奇怪 為何如果版權持有人 有很多的理由 他們其實是現在 甚至現行的版權條例裡面 已經是賦予他們很多的權利 可以作出一些民事上的一些追究 為何他們都不去做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其實有一些所謂利自當頭 其實都是一些利益的 包括就是剛才提到 就是可能我們在不同的中介平台 可能有些收益 尤其在國外來說 其實現在都很盛行 在YouTube和一些版權持有人 其實他們在一些所謂的翻唱的歌曲 如果只剩下廣告收益的話 其實跟一些版權持有人會分享 他們有利益 也知道其實這些網上所謂 懷疑侵權的行為 有時反而對於版權持有人來說 其實是起到一種宣傳的作用 這就是為何我們的官員都走出來說 你不用怕 現在網上全流打機 Microsoft也好 Sony也好 其實一向都已經讓他們做這件事 為何要讓他們做這件事呢 其實原因都是起自己的利益出發 就是這件事真的會幫助 幫助到一些人 可能會更加多人去買他們的產品 另外在一些國外 我們都見到一些例子 就是他們很多時會容許 或者鼓勵一些人做一些侵權行為 但是又未至於影響到他們的 很嚴重的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利益 譬如同仁智 同仁智很多時都是一些 譬如說這些漫畫界 出版界 去找深血 即是新秀 新的一些作家的一個好的途徑 這個說法其實在上個禮拜 我那個talk 裏面 那位的版權持有人 他代表在香港出版界的 他們出很多漫畫 他自己都是這樣說的 這些其實都是種種的理由 就是說本身延行的版權條例之下 其實他們已經是有這樣的權利 他們都不去使用 只會有這樣的好處在 那為甚麼我們現在 竟然有這麼多好處 為甚麼我們還要給一把刀 他們 跟著就在那裡 給一把刀 同時又和網民 或者市民去安慰他們 你不用擔心的 我只是給一把刀 他未必會斬下來的 但是這件事我們就覺得很難理解 為甚麼要將這些權利 又去說現在是一個 對於政府也好 很多時是 在一個很不信任的情形之下 為甚麼我們要將這些權利 將它擺在一些版權持有人 或者公權利裡面 而不是將它擺在網民手上 我想在網民的角度去想 他們有這種憂慮 其實我們是非常諒解的 另外一個就是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有這把刀 我們不贊成有這把刀 其中一點 其實剛才講者也有提到 就是一種權利不均等 就是版權持有人 他跟一些一般的使用者 其實雖然大家有時說 好像一種合約 對等的關係 但實情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版權持有人 他們可以運用的資源 包括一些法律的資源 他可以有一些法律的顧問 他可以有一個團隊 但一般的網民 他自己一個人 可能是一個宅男 在家對著電腦 他想從事一個二次創作 他不會那麼好處 每天都會認識一些律師 然後去問他 拿一些法律意見 未來我想做這件事 不知道行不行 會不會有事 當然今天他有這個紙 他會好一點點 所以你應該放上網 和網民分享 非常好 但有時他都會很小心 我相信下面都要加多一句 不代表法律意見 也有 如果不然的話 就有幾乎 其實一般的網民 他沒有這個知識 他沒有這些資源 但一旦他見到一些 他的行為 有機會招致一些民事 甚至是一些刑事的風險 其實這種壓力很自然 他就會想一想 究竟這件事我做不做好呢 想來想去 最後可能做少一點 如果一些東西很明顯的踩界 他就不要搞了 因為他都不想一個人 去對抗一個這樣的 所以他把權持有的人 很多時候他們的權利 或者是相對來說 其實那種壓力 其實他們是不想去避免的 就造成了 我們經常都聽到人說 就是一個寒蟬效應 就是說不要搞了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其實整體來看的話 對於香港的一個所謂的創業工業 亦都一定是有很多 有弊而是無利的 這種權利不平等 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 這個contract over right 上面 就是合約凌駕 這是其中一個 我被記者問得最多的問題 就是什麼來的 最後都有提過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說 版權持有人 他可以透過一些合約的形式 包括了一些使用者的條款 他將一些使用者 本來可以享受的 這些政府今次給的這些豁免 是叫他自動放棄 我給你一個例子 很簡單 譬如說你上網買一件數碼的產品 譬如一張相片 你想改相片 但這次我很乖 我真的上網買一張相片 或者買一張歌 你買了那個right 但買的時候 他可能會帶你去某個版的網頁 然後上面有很多方式 大約的尺寸是2的 你看不到很多字 寫了一些條文 條款 下面有一個按鈕 叫很大的按鈕 如果要接受的話 你就可以下載那張相片 或者什麼下來 這樣就先接受 你不要人真的看 其實我們有一種叫法 就是一種標準的合約 一般來說 就是消費者在買的時候 他不會全都看 但這種合約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不平等條約 在一面左右 保障了 就是那個版權持有人 或者是那個賣家 簡單來說 他隨便可以放一個條款下去 OK 那這個條款 譬如說 如果你是禁了 accept 鍵的話 你就不可以 翌日改我的圖 或者從事二次創作 如果你是從事 或者改我的東西的話 你亦都不可以依賴 一個政府現在的版權條例 給你的豁免 作為你一個辯解的理由 主要是在文事上的糾紛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用了 其實要加這些句子 這些條文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事 是不是 他整了之後 那些消費者 那些網民 他們不會逐個看 看到 給我的網民 真是很有心機 我用一個放大鏡 慢慢看 嘩這個 我不行啊 我不行 然後他不會 傳一個電郵給那間店的CEO 或者跟他的法律顧問 跟他商量 你不幫我剔走 18A第二款的話 我就不幫你買這張照片 別人都不會理你 這種不平等的合約的形式 其實每天都發生著的 尤其現在我們說的網上的買賣 這些經常都是越來越常見 我們就會看到 合約凌駕這件事 後面看到的一種權利不停等 其實很正正就是點出 這些權利 可能他是不是都放在那個合約裡面 可能他不用 但用起來的話 其實那些網民那時候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們看到 為何我們要去做這件事 去給機會一些版權持有人 去將現在政府 說得很好聽的這些豁免 是可以完全用一兩行的字 就可以廢了他的武功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 是非常之不理解 政府在做這件事 為何要做這件事 我們聽了很多 就是我們留意到 其實鄭華講的那些問題 以及其他講者提出那麼多 存在很多的問題 本身的條例是那麼複雜 複雜到很多人聽到很多次都不明白 尤其是包括我們在座都有些尊貴的議員 當然這些是明白的 但是有些很多尊貴議員 他們都是一知半解的 市民的信任 市民的理解 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我們覺得為何要這個時候 硬硬硬銷 為何要硬硬硬硬硬 希望這件事會過 所以我們站在發展會司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們很希望政府 其實他不是看不到 我覺得他轉眼睛 就是他炸看不到 他看到這個情形的話 其實很應該拿個誠意出來 大家詳細去慢慢談 就是那個方案裏面 我今天聽到教授說的 我都有很多收穫 就是其實變化真的很多 還有牽涉到的東西 那個複雜度 其實比我們一般 就算我自己是讀過這些法律 我都不是說認識很多這些東西 我都很想了解多一點 看看究竟香港 我們應該走哪一條路 是真的適合我們自己的發展 那連帶說了一點 其實政府不是完全沒有想過 或者沒有看過公平使用這件事 我理解就是2004年 2004年那一年 其實他們已經做過一些所謂的公眾諮詢 但當時他們的說法就是 咦 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之後 就覺得這個公平使用 其實都不是很適合香港 這次他在最新的草案拿出來的時候 都提到這件事 提到公眾諮詢 而他們都維持當年的結論是不變的 那這裡我就很想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 一個在說是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 我想很多在座都在讀中小學 就是當時那個面書或者Facebook 其實是說的都是剛出來了一年 整個社交媒體 或者整個科技的 對於我們的整個社會的文化 各方面的衝擊 就是說2004年和今天 其實真的好像兩個世界 那為什麼我們還可以 用一個這麼過時的一個公眾諮詢 去維持一些這樣的結論 接著就支持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要做 讓我們通過了才再重新諮詢 這個我們都覺得是很廢解 而覺得其實這個最好的做法 就是說與其你現在這樣硬推 你不如真正地拿一些誠意出來 在現在做的公眾諮詢 可能我們會浪費多幾個月至半年的時間 但起碼透過這個動作 我們希望就會見到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比較是 社會是普遍 得出一個社會是普遍會接受的一個方案 這些我會分享